思考失调是什么呢? 其实思考失调是一种脑部疾病 它是有一种病征 或者一些不正常的精神状态 这个名字是用英文的psychosis翻译而成 在香港自从2001年开始用 到现在都有十几年的时间 当年是因为香港的医疗管理局 推出了第一个为全港第一次患有psychosis的青少年提供的 早期介入的服务 藉着这个服务 为了更加好的去提高普罗大众对于这个病的认识 所以经过一番的咨询 就产生了属于香港的一个翻译的名 思觉失调 在全球人口当中大概都有3%的人 在一生当中都会出现过思觉失调的症状 按着这个比例 香港每一年每一万人当中都有5个新的个案 其实不同年龄的人都有机会患上思觉失调的 不过这个病比较多的在15至25岁的青少年当中发生的 在香港来说每年大概都有700年属于这个年龄范围的青少年出现思觉失调的现象 其实所有的病及早的医治都是最重要的 所谓病向浅中医 所以思觉失调也不例外 但是有一个本地的研究发现 思路失调的患者平均会在病症出现大概一年半之后才去求诊 当然这样就会严重地去延估他们的医治的最好的时间 如果不及了去处理 思路失调的患者就有机会发展成为更加重的一些精神病 当患者产生了思路失调的病症的时候 他们的思维、情绪和感觉都会觉得好像有面疾脱了自 究竟思路失调患者会出现什么症状呢? 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 一组是正性的症状 另一组是负性的症状 正性的症状一般是我们平时不会有的 只会在脑部产生病变之后才会出现的一些想法或者感觉 当中就包括了妄想、幻觉、思想或者言语的吻乱 另外负性的症状是一些原本我们也有的 但是当脑部产生病变之后就会失去一些能力 例如感情上的麻木、言语上的频道 觉得没有动力或者失去社交的兴趣等等 其实患者如果及早接受专业的治疗一般都会康复的 当然每一个患者的症状和康复过程都会受着 个人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而可能每个人都有些不同的 但无论如何 家人和他身边的人和患者患病的每一个阶段 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